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会议解说电影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部没有在中国上映的韩国三难片《流感》 故事开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一个非法偷渡组织正向韩国输送一批工人 其中有几人得了重感冒,面色憔悴,还伴有咳嗽 但谁又会在意这些人的死活呢? 画面一转,消防员治久登场了,他至今还是条单身狗 一天他在救人时,对困在车里的美女背来电 在费尽巴拉的把人救上来后便开始各种聊 可人家却没把他当盘菜 也许是念念不忘必有回想吧 治久下班后,那位美女又折返回来找他 此时治有美滋滋的还以为人家要与他再去前缘呢 其实美女只是想让他帮忙找一下放在包里的文件而已 但治久却一本正经地说,我可不是一般人 哪能随随便便就帮你找这找那的 随后美女便懒得搭理他,生气地走了 谁知治久却私下又返回去帮美女拿包 这时他才知道,美女叫任海,是为医生 机缘巧合之下,他还认识了任海的女儿,美日 这时之前那个集装箱也抵达了 专门做偷渡生意的兄弟二人打开集装箱 却发现里边的人都死了 只爬出来一位少年梦瑟 兄弟俩金甲之鱼,也没顾得搞明白咋回事 拉着梦瑟就开撩 然而梦瑟却在半路逃跑了 此时老儿感觉自己头昏脑胀的 殊不知他已经感染上了病毒 没过多久,他便开始浑身溃烂,狂吐鲜血 紧接着病毒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城中蔓延开来 任海在医院救助病患,美日则擅自离家遇到了梦瑟 这时善良的美日便把好吃好喝的都送给了梦瑟 在得知气得病后又热心的找智九救助梦瑟 果然,智九刚下班就屁点屁点的跑了过来 但梦瑟却不告而别了 此时,随着病患越来越多 政府不得不公开疫情封锁整个城市 将所有被感染的民众挤住在一起 然而就在任海带着女儿过安检时 他发现女儿已经感染上病毒 此时,胆大心细的他默默的带着女儿进入了安全区 但终究是只爆不住火 智九意外得知了美日已经感染病毒的事 他建议任海把女儿送往隔离区 但作为母亲的人海,说什么也不愿和女儿分开 哭得跟个泪儿似的 无奈,智九只好帮母女俩保守这个秘密 之后,任海为救助女儿 他找到了体内存有抗体的梦瑟 并想要从他体内提取血清来救女儿 一开始,梦瑟是拒绝的 纳脑的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但一看是自己的小天使,立马就答应了 然而就在任海给女儿注射完最后一只血清时 工作人员闯进来,抢走了美日 将他送往隔离区 说好听的是隔离区 但实际上就是一个万人焚烧场 那些还没死透的人被吊车吊起 如天女散花般洒向这里 正当任海绝望之际 智九冒险潮入万人坑 将奄奄一息的美日救了出来 此时,市民对政府控制疫情的效果感到非常失望 于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 无奈军队只能选择开枪射杀感染者 即使总统对开枪屠杀感染者的行为很不满 但无奈自己又不是美国佬的对手 感染者都被集中到了隔离区 只要越过黄线就会被射杀 此时任海联系上了总指挥部 他告诉总统 美日的体内有抗体 可以阻止流感蔓延 但美国佬却不听总统的意见 他们决意要杀死这些无辜的民众 这时任海发现了对面的美日 他不顾一切的跑向妈妈 然而就在两人即将到达黄线的那一刻 军队指挥官却下令开枪射杀 任海为了保护女儿被枪射中 紧接着治久将受伤的他护在身下 美日也挡在了妈妈面前 他声嘶力竭的哭喊着 求求你们请不要伤害我的妈妈 最终小女孩的哭声干扰了所有人 总统取消了一切镇压计划 影片结尾 政府通过美日的血清 研制出了抗体救下了所有人 在一场毁天灭地的灾难面前 最脆弱的往往是人性而非人命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哦 拜拜